这个女孩的职业有些特殊 她双脚撑在墙上 在床上平躺着 这样做只是为了增加受孕几率 如果一个男人不能让她怀孕 那么老妈子就会为她换一个男人 直到受孕为止 女孩躺在地板上 她身边没有专业的医生护士 就连手术工具 也仅仅是用热水消毒而已 剧烈的疼痛让她无法忍受 从而昏死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 胎儿已经不在 只留下腹部的一道疤痕 一个男人走进房间 把500块钱放到她身边 告诉她孩子已经死了 这是田阿姨给她的补偿 女孩没有落泪 因为她知道 就算孩子活着 也不会在自己身边 她只是感到失望 因为钱太少了 女孩叫平平 19岁 她自幼失去父母 跟在田阿姨身边长大 成年之后的她为了谋生 不得不把时间都用在打工上 白天在养猪场喂猪 晚上去饭店打杂 然而即便如此 她的收入也仅够糊口而已 平平梦想着 可以离开这个偏僻而又贫穷的村子 到更发达的国家去 她省吃渐用 终于把护照办好 可却没办法拿到签证 在朋友阿梅的引荐下 平平认识了彪格 一位专职舌头 彪格说 只要凑够偷渡的钱 就能带她出国 可几千块的费用 对她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为了尽快凑够钱 平平做起代孕 一个个像厕所一样的隔间 就是交易场所 男人们贡献完自己的力量 就可以拿到报酬 女孩则需要再待上三十分钟 是为了增加受孕的几率 田阿姨是专门从事代孕的中介 像平平这样的女孩 她手下还有很多 生了男孩可以拿到四千 女孩只能拿到两千五 如果发生意外 孩子没能保住 代孕的姑娘们 就只能拿到五百块 平平的第一台 并没有给她换来足够的报酬 无奈之下 她只好再回去打工 相对而言 她的朋友阿梅就幸运很多 此时的她已经飘洋过海 在日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平平每天都会和她通话 听她讲外面的世界 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平平终于按捺不住 开始在打工的地方动起手脚 养猪场的药 被她偷着卖了出去 还把饭店老板给她买菜的钱 偷偷留下一部分 虽然每天只有几十块钱的积攒 但她已经很满足了 然而好景不长 平平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两份工作都丢了 她再次陷入绝望 无奈之下 平平只好再次找到田阿姨 希望继续靠代孕赚钱 单纯的平平并没有想过 其实这个女人 根本没打算让她离开 平平来找高利贷借钱 但她没有任何抵押物 男人对她说 没东西也行 上二楼房间去等 平平坐在楼梯上 思量再三 还是没有走上二楼 她又找到彪哥 希望对方可以通融一次 先把自己送出去 等赚到钱再给她围款 见彪哥无动于衷 平平只好下跪求情 然而和钞票比起来 膝盖一文不值 彪哥的规矩铁打不动 没钱免谈 此时 摆在平平面前的路 只剩下一条 就是代孕 这个女孩从事了一项奇怪的工作 老妈子会带不同肤色的男人过来 挑选一个精壮的男人走进她的屋子 不一会儿 男人穿好衣服出来 工作结束 然而女孩的工作还没结束 她需要双腿向上撑墙 保证能受孕成功 而且田阿姨还带着平平买了几副中药 每天按时服用 如果两周 女孩的肚子还没动静 就会为她换一个男人 为了防止投资失败 田阿姨还趁机把她的护照收走了 平平看着空荡荡的铁盒 暗下决心 这样的命运 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继续下去 几天后 平平再次走进小阁间 和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发生了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 另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视线 男人叫康 也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和其他人不同 他对平平显得格外关心 每次工作过后 康都会走进平平的房间 为她垫好枕头 陪她聊天姐妹 甚至会把她带到自己家里 一起吃饭 平平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惯怀 就连田阿姨也没对她这么好过 她渐渐对康产生了好感 甚至是依赖 她幻想着 能和这个男人长相厮守 过上平凡且安稳的生活 然而现实却没有成全她 康已经有了家事 而平平也怀上了孩子 田阿姨带着平平来找买家定价 听到对方开除的价格 平平脸上死灰一般的平静 她不想依靠这种方式赚钱 有哪个女人心甘情愿卖掉自己的骨肉呢 她再次找到康 幻想着 这个男人可以带自己离开 只可惜 康还是拒绝了 她同情平平的遭遇 只可惜 她也不过是一介凡人 辨别时 康告诉平平一个秘密 她的第一个孩子并没有死 而是被田阿姨悄悄卖掉了 所有钱也都进了田阿姨的药包 平平只不过是被利用而已 平平完全没想到 田阿姨居然会这样对待自己 这个口口声声把她当亲人的女人 其实是把她当成了母猪 平平闯进田阿姨的家 和她当面对质 田阿姨没有否认 只是感到有些意外 这个秘密是谁泄露出去的 对她来说才是关键 少女的怒火 没有构成丝毫威胁 无能为力的感觉 把平平彻底击垮 这时 她想到了唯一的朋友 阿梅 但却没想到 电话那头传来的 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这个女孩为了赚钱去日本 不惜干几代孕的职业 平平拨通闺蜜的电话 却被告知 阿梅已经离开工厂 下落不明 这一刻 似乎整个世界都抛弃了她 平平再也找不到任何依靠 第二天一早 她再次来到田阿姨家 想把属于自己的钱拿回来 她要离开这里 去找阿梅 平平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 被田阿姨繁琐在屋里 不过她并没有指责平平破门而入偷钱的行为 倒是一直在追问究竟是谁告诉她的真相 可无论田阿姨如何追问 平平始终没有开口 她不想背叛唯一一个关心自己的男人 直到田阿姨将一打钞票放到她手中 平平还是动摇了 做个忠实的好人 不是她现在最好的选择 为了离开这里 她可以不惜一切 康的出现 彻底打乱了田阿姨的计划 没有她 平平早晚会认命 变成为她下蛋的母鸡 现在一切都变了 田阿姨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她不惜花重金 过来打手 又让康知道自己惹错了人 一切安排妥当 平平把康约了出来 眼看着船就要靠岸 平平假装上厕所 离开康的视线 几分钟后 当她走出来的时候 康已经被拽上岸区 被团团包围 平平躲在船上 目睹着一切 康是不是好人 她不知道 不过她不该早此劫难 平平的心里一阵纠结 这样的牺牲对康来说 也许不公平 但平平实在太想改变命运了 为了不再痛苦 她只能选择断臂 然而 让她没想到的是 田阿姨鼓来的打手 并不只是针对康 就连平平也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 她感觉自己的行动被完全限制住了 无论走到哪里 身边总会出现几个彪形大汉 看样子 除非她随了田阿姨的心愿生下孩子 否则就无法摆脱 平平受够了田阿姨的操控 悄悄买了一副打胎药 孩子被打掉后 跟在她身后的男人们也消失了 如今平平已经凑够了偷渡的钱 没有理由再继续留下 她找到彪哥 在她的安排下 踏上了新的旅程 前几年 国内某明星曾因戴孕遭到全面封杀 戴孕这个词也成为了当时的热搜 和她比起来 平平的遭遇似乎更值得引起关注 对她来说 除了戴孕 根本没有其他可以改变命运的方式 当一个人的眼前只剩下一条路时 无论是谁挡在她面前 都无法阻止 好了 小吴今天就得不到这儿了 亲爱的们 喜欢小吴点音哒哒哒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妈妈哒 下期见咯